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头开始 我又得从头开始 都没录成过 各种问题 我都不知道说啥 第一回录制 录制到一半 死机了 优化特别长 第二回录制是录完 录到一半想停的 写入词盘错误 第三回录制也是录到一半 左眼一瞧 没点录制 头一回 这个游戏和我五情相克 你看 这不又看了 又看了 我都不知道这回能不能录制成 这回再录制不成 我就不会录制 爱咋咋的 进去了 一个小巷 越南人啊 再说 再说一次啊 强调 特地强调这点 为什么呢 咱没玩过越南人开发的游戏啊 东南亚地区的恐怖 甜蜜之家那太活的 总之上来一个 你看 这个有一个小商贩 它是卖饭的 咱看看越南人 这人15 我是看不懂啊 总之主要是这个粥啊 这是这位老婆婆 不能往前走了 空气墙啊 往那一坐 来 老婆婆 给弄点饭吧 他这游戏节奏就是什么呢 这是竹场景 在这个竹场景 这个老婆婆给你讲故事 有可能是一条一条的 但是这一坐只讲一字不是 山下不就问了吗 她说吃点啥 咱说吃点 喝点粥吧 她说OK 来吧 我这里给你做 然后低头一瞧有个简报 有上报纸 报纸上写的是 杀人犯在西贡 到最后就复杂了 然后咱就开始吐槽了 她说为什么要这样呢 杀人犯是一个丈夫杀了一个妻子 所以咱吐槽 哎 婚姻是 这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啊 就两个人为了吵架 为什么不可以离婚呢 为什么要自相产杀呢 咱就看这个丈夫杀妻子的这个药文啊 随便吐槽一下 在这等饭呢 然后这个老婆说 血债血偿 孽障自偿 一报还一报啊 然后就进入这个江湖的场所 被杀了妻子 满身 血刺 然后就组一转 正式进入讲故事的环境 咱这第一视角已经是故事主人公了 是一位小舅子 不是小舅子 是一位舅舅 是一位弟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再看一下这个新闻简报 就是说一个男子的尸体 吊挂在自己的后家 后花园 就是家里的后院 然后在清晨被警察发现了 然后呢 他的妻子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警察正在接入调查这个案件 就是讲这么一个事啊 事实报道 凶杀案 自杀案 情杀案 然后这一封信啊 这封信就是说什么呢 这是咱姐姐写的 刚才为什么说咱是一个弟弟 咱是一个舅舅呢 因为咱这个姐姐就是说 咱叫明明 咱姐姐叫什么 我不知道 THU这应该是越南人的名字 反正就是咱这个姐姐跟咱就跟他说 他说 弟弟你还好吗 最近 自从我结婚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你了 你是不是天天忙着约会了 是不是约炮了 嘿嘿嘿嘿 来信嘛 姐弟这些通信嘛 然后他说 我和我丈夫都非常关键你了 他说时常提醒你 提醒你 他就说 如果你能到这来找我们的话 我们将举办一周的这个party 家庭聚会 因为我的孩子即将出生 就是我肚子已经怀孕七八个月了 马上要分娩啊 所以我希望在我孩子出生的时候 能见到他的uncle舅舅 来吧 我唯一的亲人 我非常想你 你的简介 Sister不确定是简介 咱就当是简介吧 所以欢迎进入这么一个破败 成就 看起来很贫妞那世界观 比泰国还穷 走吧 所以 我一直搞不清楚 这到底声音从哪来的 牛牛 是你干的吗 看这回录制了 喂喂喂 我录制 我就怕录制完之后 到最后停止录制 他写入瓷板的时候 卡着了 我在那等了半天 等了一个小时 他都没卡完 只能强行结束 哎呀 烦死了 这东西 听到没有 脚步声 所以这到底是讲一个什么故事呢 说是故事 其实是事实新闻 这还土地一样 看见没有 他们越南人还是比较信奉 是信奉咱人民的道教 咱人民的无斗米教 叫鬼道流派的张天师那一戏 道统一直到唐朝 传到越南去的 所以他们有土地爷 也有造神爷 造王爷 也有家神之说 而且他们的祖师 道童祖师不是太耳末 是一位圣母叫做柳姓圣 咱到了这一户的家了 事发地点啊 只不过咱是过去时 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 咱作为他的弟弟 作为当事人 他的姐姐的弟弟 来找他了 他不是刚才给他写信吗 来吧 来看看吧 还想念你 是香炉 所以他们有八卦炉 也有吃领福 这门打不开的 反正这个游戏呢 你看这就是一个 这是他们的院子 显示未来啊 这个 二 三 四 四把锁 四种颜色 蓝色 绿色 红色和黄色 四把锁 咱一次找到 找到这四把锁的钥匙 一个门一个门一个门的打开去进 就可以经历整个游戏所有的剧情了 只有这个坛 他除了泡酸菜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人质 我每次看到这坛 我都想到人质 女后我 欺负人 这他们的 这算是他们的厨房吧 这不是起了灶吗 小灶 小灶 大灶 行 来进去吧 这就是他们的 这就是他们的窝 站立命迹不大 现在时间是1984年3月13号 这是他们的排位 族上排位啊 这是他们 傅家人的 这是咱姐姐的傅家人的族上 我用第一人称来讲啊 然后最主要是哪个地方知道的 各位看一下 卧室 上面是贴合斧 所以说贴合斧不在里面有鬼 对不对 打开看看 这就是咱的妹妹 咱的姐姐 Sister 你看她名字 我不确定啊 你看她名字 T-H-O 有懂越南语的吗 应该没有吧 你看这个信啊 这封信是T-H-O 写给明明的 它署名不就是Sitter T-H-O 它是T-H-O 我不确定 应该是一个人 总之咱找到他遗像了 他写信上来 当然跑过来了 咱没见到他真人 见到他遗像 所以咱把遗像先给摆上吧 然后再给他上 上酒香吧 姐姐 天命又快乐 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死 能告诉我吗 咱自己调查吧 结果 刚拜完箱 喝了 姐姐 解决了李王魂 侵入了弟弟的思想 跨入了另外一个维度 连整个环境光 环境光都不一样了 然后突然发现 哎 姐姐的照片不见了 为什么姐的照片不见了 他要告诉我啥 这个不是姐的照片 这是 这可能是他们老兵的 他丈夫吧 就是咱祖爷吧 不是咱 跟咱论不上 跟咱姐姐能论上 应该是他家的祖爷 就是他丈夫的 爸爸 或者爷爷之类的 哎 这封信啊 这其实不是信啊 你看这个 嗯 这才正式开始讲啊 怎么回事啊 他姐姐怎么死的啊 仔细看啊 上面就说啊 他的 他的 署名 是萨满 一个姓 突的萨满 巫师 巫医神汉 写给谁呢 写给 咱姐夫的 就是咱姐姐的丈夫 他刚刚那封信不是说了吗 他姐姐的丈夫是叫男 他说你准备这一切啊 就可以给你 你就可以生一个儿子 排头第一句点题了 重男情女啊 就是他丈夫 想要一个儿子 事发就这个事 然后那个 请到一个 请到这个巫师啊 请到这个萨满 醒来之后他也跟他支招了嘛 他说你看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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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我说的做 就能给你 你就能生一个儿子 至于怎么做呢 他主要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准备半斤猪杀 半斤当归 半斤榴莲 半斤香蕉 半斤苹果 全部切成碎段 然后放在锅里面 一锅乱炖 其实是七七四十九天 完了之后用清茶一泡 泡他七七四十九碗 摆好 在你妻子面前 不是喝了 让他看一眼 然后给祸掉 然后给倒掉 哎 这就是图办法 让我保证你妻子能生一个儿子 但是这我整活 整活 上面其实写的是啥呢 是让咱 先倒 其实是让他丈夫 只不过咱带丈夫的手脚 从也当时立尸 什么事 吓得一跳 先捡这个叶子 先踩这个叶子 特别种这个叶子 不知道什么食物 种完这个叶子呢 在这个地方捣碎 捣碎完之后呢 放在锅里面煮 很明显他姐姐很不乐意喝 他还没煮呢 他就给打碎了 然后咱就拿到下百个钥匙 蓝色的钥匙呢 蓝色的钥匙是在 这儿 事儿还没说完呢 只是说这个事儿了 看到没有 这是个厕所啊 刚才有个鬼 两只眼睛 泛着幽红 真的头瞄 肯定蹲在这下面了 咱蹲下去啊 咱看不到 诶 没有 我再回来了啊 刚才说到哪儿了 就是说你看他这个厕所 是不是 定下漏风 很清凉 很舒畅 很舒畅 像 像这种汉色 真的不错啊 至少海风很通常 诶 啊 对 一个大黑号子 一流而过 是个什么东西 我想是个什么东西来着 就是亡灵 就是亡灵 但是这个亡灵 他有来路啊 往后看过 也知道了 所以土地爷也保不住啊 反正 咱姐夫想要孩子 咱姐姐不乐意 也不是不乐意啊 就是 不太乐意接受这种封建迷信 所以他飘啊飘的 给大家指引方向 哎 现在时间又变了啊 是1983年10月15号 这过了 刚才是什么 3月 10月 7月 肚子肯定已经大了 临产了啊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刚才 刚才那个报纸上怎么说的 一个女 一个男子 被上吊 吊死在自己 火花园 然后再次听到 直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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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咱一开门 哎 哎 不是 只不过是那个娃娃床啊 这不是要生小孩吗 提前做好准备吧 然后 这 你看这个服啊 鬼话服 为什么会有鬼话服呢 这个 这就是之前煮的那个叶子汤啊 肯定喝了 喝了七个月了 然后这个萨满又出招了啊 怎么说的啊 你看没有 这个萨满又说了 这个服啊 你继续用这个服 把这个服 给烧 给烧了 包里面 给烧了之后 然后兑上水 然后给你妻子喝 耶 保证你能生一个儿子 这个服还是好东西看不见 都不往外传的 然后刚拿到就看到 看到咱姐姐了 姐姐你好啊 姐姐 我说你弟弟啊 姐姐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你秋裤穿到毛裤外面了 你这大 大裤头 然后你看看 回头 跑 就是给哥哥看一下 他的跑步姿势 我实在有点 实在每次玩到这儿 我实在是 舍不得不看这一段 那首歌 我好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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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肠子撕出来了 大老爷把自己弟弟 叫过来就撕肠子玩了 是不是 真是手无阻挡 真是绰有多姿 在这儿在这儿烧福 烧烧烧烧 没拿火柴 没拿火柴 sorry I'm sorry 我事能不能跑脱 完了 他说有气力值 有体力值 我相信我能跑脱 我相信他 火柴在这儿 你拿 火柴在厨房 行了 才不遛鬼了 拿着火柴 就是客厅的那个小杯子里面 把符给烧了 然后倒上水就行了 水都不需要倒 只要给烧了就行了 这就是个操作 虽然闻到他又要烧 又要兑水 其实喝这个浮纹水 浮纸水 可通灵了 这个事完了之后 你看到没有 这个萨玛又开始支招了 又开始出坏点了 他说 现在已经执行两步了 还有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说 你这个宅子 建了地方 风水不好 哪里不好呢 你们这个房子 下面加了一个股坟 一个种群 全都是一个亡灵 你想被他们添着 你在他们上面 家喘不过气 他能受了吗 他不是找你报复吗 所以这些亡灵 就在一块 蔡是你的血脉 蔡是你的血脉因果 所以你才总是生不了儿子 你得把这亡灵给解决掉 给他弄死 这是最后一步 反正他说什么 咱就听什么 不是咱就听什么 也不是咱控制第一视角 主角就听了 而是咱控制第一视角 主角他的姐夫 说什么 他听什么 咱只不过是通过他的操作 通过他第一视角 去重演历史吧 重演这个历史 以至于 看看他这个过程 怎么翻演到最后 导致妻子的死 还有一个 在自家货院上吊死的男人子 那肯定就是他解释了 双双毙命 所以来到这一看 的确是有很多 有很多 坟呢 然后这有个 这有简谜啊 就是天剑 简单的 简设的名字就是打开前面的大门 如果对的话 他就会 改成绿色 变色 所以这个萨满呢 你往后看 你知道他有多坏啊 他是真够坏的 行了吧 行了吧 好 OK 打开前面大门了 嗯 嗯 大门打开之后 一直往里面走 呃 姐姐啊 之前你 你不应该出现吧 按理你不应该出镜啊 按 请按着巨盆 巨盆走行 不对啊 不对啊 来来 啊对 是是是是 是该出现了 就是这个姐姐 你老弄 你总是弄我做事 另外给各位看 看一下 你看这个月光是不是很朦胧 是不是很美啊 在他倒影之下 这个小溪上面的倒影 是不是有点太清晰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有点太清晰了 这个月光的倒影 别急 你仔细看这个倒影 是月光吗 仔细看 没关系 看不清楚 这有个简易的桥 咱还不知道 越南人怎么还有这种桥 竹子大的 还得一直手扶着 独木桥啊 反正走到上面之后 明白了吧 不是月光 不错 一伸手吓我一跳 是个大野猪子 没关系 继续往前走 这好在这个游戏 没有多余的操作 这放在任何一个人 这就得掉下去 这就是掉这个眼珠的下面去 行 我得接着往前走啊 下面咱要做的事啊 是代替姐夫当年的操作 从演姐夫当年的操作 这不为了要小孩吗 刚开始叶子汤 第二回是啥来着 这要第二回是喝浮水 第三回清理 影响自己血脉的 血脉繁盐的 汪灵 在宅子下面的 所以就得用到八卦 前面有个八卦的解密 这个八卦门后面有个祭台 看见没有 行吧 这八卦缺两个东西 一个中间的两一 一个是四周圈的那个八卦 前感跟阵 训练亏兑 然后 中间两一在这个匣子里面 在这个 降置小匣子 小宝匣里面 然后 对 拿到了 然后 还有八卦 八卦好像在哪儿呢 在这个五行阵 四象神兽阵 为什么叫它四象神兽 你仔细看它这个匣子 也是个匣子 这不青龙啊 这是猪雀 这玄武 这白虎 中间这些都不能按 但是你看到这个白点 要把这个白点移到 移到对准 它这个位置 怎么移呢 它有四个柱子 这不是猪雀吗 猪雀 猪雀是在这儿 猪雀是在这儿 然后白虎 这青龙 青龙不用挑了 白虎 白虎得调到这儿 OK 就是把那个点全都 改到里侧 然后还有个白虎 这才白虎 这对了 好 这是玄武 这白虎 这应该可以了 直接打开 然后还有个玄武 给装好 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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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武又是上龟啊 但是我看不到石 就看到龟了 所以它这个图腾也不对 只不过这个八华盘 你看到没有 做的真精巧啊 还用金属做的 这就很不合理了 主要是你看它这个电话 给我看了 就是神 是观世音 是城隍 基本上和咱这儿是一样的 就是太穷了 一想到越南 我就想到柬埔寨老郭 三小舟了 果然到这个祭坛 就三百开始说话了 你看到没有 眼前这一个小屋 很有疑似感放在上面的 你把它给喝了 这里面是神水 神水附着你的天命 就可以击退 影响你家血脉的一些恶灵 狗烟 你信不信各位 信不 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搞咱 然后就开始分别现场了 这一切都做了 做了三步 这弄婆说的 这么说 你弄劲啊 使劲啊 使劲啊 使劲往下拉 就像拉屎一样 别停 越停越疼 这是顺畅 那时候没有跑 跑步 总之不是 我 结大欢喜 结婚 女孩 这难吗 一个女孩 怎么可能是个女孩啊 我做了这么多 根本不可能啊 这怎么可能啊 我找那个师傅去 我就问问去 我又喝圣水 又喝神水啊 又让媳妇喝那个 喝那个燕汤啊 又喝苦水了啥的 结果还是个女孩 这啥 拿到绿色钥匙 现在到处贴的都是福 不过玩着 各位可能会认为 这个 这已经到了83年 10月15号了 10月份出生了 该打开下 这个门进过了 所以就贴上福了 今儿进下一道门 后面还有两道门呢 各位可能会想 这个赵子 气急败坏 在盛怒之下 把自己妻子给杀了 是不是 按理说 剧情应该是这样 他会把所有的怒气 释放到这个女人身上 其实和人女人 有什么关系的 和媳妇有什么关系 和她控制这个主角 她的间接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给各位说 咱简洁的死还真不是因为这个 但她确实是死了 看到血图四壁 叫做这个3啊 这是罗马数字的1 第1位是3 第1位是3 第2位是9 3982 为什么要记这个呢 3982 拿到一个梳子 梳子是有用的 肯定是在解决的 然后蹭围了 一个走廊啊 更像是一个涌道 深不见底 深不见底 深见底 然后一回头 蹭围 然后 我第一次玩 我掉凳 等一下 卧槽 我掉针啊 无所谓了 看这一回也不行 录制的也不行 因为我掉针啊 游戏应该不掉针吧 不管是游戏掉针 还是我掉针 无所谓了 只要能录上去 我就丢上去了 不再录了 实在不想再录了 咱继续啊 反正就是一直往前走呗 然后再回头 又敲回来了 没敲回来了 敲到一个什么 不知道是在哪儿啊 有个小木屋 哦 萨满的地方 萨满又开始出招 又开始是坏招了 他说 你的妻子已经不能再生育了 他的身体已经被完全毁坏了 那可是喝了六个月的叶子汤 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然后咱就问啊 怎么会这样呢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我还想要儿子啊 我又不想换媳妇啊 我也没钱换媳妇啊 是不是 他说 首先你这个房子受到了诅咒 你的家族受到了诅咒 但是呢 神灵会保佑像你这么虔诚的人啊 看了你这么虔诚的态度 我决定了再继续帮你想想招啊 然后想想怎么办呢 嗯 想到了 这是唯一的道路 什么办法呢 但是这个办法先不提 但是你不能告诉你的妻子 因为你的妻子现在太虚弱了 让她好好休息吧 就没说要干什么 没说怎么解决啊 没说怎么解决咱妻子以后 不因为不孕不遇的事 但是呢 嗯 他给出了一个传说 他给出了一个传说 是叫做食而鬼 意义过来食而鬼啊 直译呢 就是吃 吞噬孩子的恶魔 他这不是信念 也不是当时这个剧情的翻演的 一些人之间的对话啊 他是一个 一个起源 一个传说 一个越南的传说 大体就是说 在古老的这片大陆 有一系君主 他为了寻求长生 不老之道 就给咱现在 咱那边的亲手皇似的 他不停的 不过他不 他不是请大臣 徐福沙的游历海外先到 而是 吸食 刚降生了小儿的血食 吸他们的血 或者把他们剁成肉酱 做了做了菜 或者干什么的 不断吃 希望这样能成熟不老 很残忍 但是后来呢 这些婴儿 他们灵魂 灵能 死去的灵能 越积越浓 越积越大 越积越强烈 最后形成了一个 强大的能量体 然后这个君王呢 就给这个强大的能量体 附着这么一个设定吧 或者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说我吃了你们 我 毕竟伤害了你们的生命了 对不对 我这样嘛 我赋予你们 可以以后 随便吃小孩的能力 从此 食而鬼就这么诞生了 而且 通过吃小孩的心 仿佛可以达到 长生不老 当然不是这样 直接吃了 肯定它是做一个药引子 配着这个药的方法 这个萨满是知道的 所以这个萨满 就给他说了啊 他说 小朋友 小爷们 你准备一个供牌 准备三炷香 然后呢 再把你刚出生的 这不是女婴吗 把他的女婴给抱过来 我给你把刀 这把刀是粘过 粘过不死之药的 你用这把刀 取你刚降生女婴的血 来去祭奠 来去祭奠 神灵 就可以解决你妻子现在不孕不孕的事 这个咱妻子是否以后还能不能生孩子 还不确定啊 没有医学上证明 全是这个萨满一个人说的 结果 咱丈夫肯定是照做做了 我说到这 各位可以猜猜吧 这个事到底怎么回事 在这里面谁是最恶的 他这个提示是在这两条信 这两个字条上面啊 1234了 拿来个钥匙 这是那个萨满的家 哎呀不看了 一直每次看到这 我都不看了 今天也没什么多多重要的 这萨满在自己的后院 在自己的一个密室 设置那么一个法阵 上面是三尸丛啊 你看彭神嘛 三棚三虫三毒 左边是甲乙饼顶 物己攻心人鬼啊 右边是自宠阴谋 尘思为身有血爱啊 天干地之 很讲究的 让周圈八卦 千坎跟任 千坎跟任 去离坤队吗 行啊 这越来人 然后这就是个法人啊 一天晚上 来到这个机台了 先不用看这条 各位看看周边的环境 再看这个出发 是不能出发的 是拜拜的意思 不能拜 咱现在把这个 之前拿妻子的 数字给镜上 然后再拿这个字条 其实内容就不用看了 没什么意义啊 主要是这个 五星元素 火土金 你看到这个箭头了 火土金水 击退恶灵 的方法 这是萨玛交代的 所以咱按照 按照这个顺序 按照这个顺序 这图 这金呀 第一个是火 火在那边了 火在那边了 这水啊 糟 火在那边了 跑远啊 我这头像特别卡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游戏 优化确实比较差 要不怎么到现在 我都没录权啊 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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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诗篇啊 就是类似于念经 躲起来了 真正的撒板的脚啊 看人念经了 大体就是天灵灵灵 他就说 现在说话了 他说 他竟然真的把自己的害人 他竟然真的 确定要把自己的害人给杀了 来献祭 来献祭这个所谓的神灵啊 那我就不管了 至少这个孩儿的心脏 是我的了 然后咱的姐姐说 不行我必须要阻止我丈夫 看剧情吗 咱的丈夫已经决定 把自己的孩子给鸡血了 也是愚昧啊 也是封建啊 完全被 被那个萨满蒙蔽着双眼 然后姐姐自己身上 掉了是肉啊 其实这个丈夫很疼爱这个妻子 他中间有一条有一个有一个信吗 可能我没有翻译没有说到吧 有一有一封信就是说 他在外地给他妻子写的写的这个远方来信啊 就是说你在家好好好好保住自己身体 照顾好自己啊 我希望要孩子 但是呢 我更需要 我更需要你的爱情 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又来到这个五星法阵了 这回咱对抗的就恶魔了 这回这个方向变了 是火金木土水 火金木土水 而且这一回呢 就被这种荆棘给挡到了 而且有这种龙的图形全都给瘸下来了 取下来就可以了 但是一取就算是减硬了那个十二鬼的封印 没关系 可以继续操作了 可以继续操作了 火金 这是土 火应该是在 现在是在那边 注意啊注意啊注意啊 不要忘了再有体力值了 我天啊来了 我我天啊来了 我会开门 你被撒着 我握住了 我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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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急啊 我躲着 我躲着 这个货挺难缠的 这个货很难缠的 你不能心急 仔细听 它所在的位置 它总是挡到 挡在你 要去的必经之路之间 咱先前面又是金 这大头目 前面又是金 咱现在就要去金 一旦死了 从头来 等它走远 有时候它会狗在旁边的 它真的会狗在旁边蹲你出来的 快走快走 它不是金 是属烟 它金在这儿 这金 然后先躲起来 它肯定会过来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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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在前面 对前面是木 我就说吧 他肯定会在那挡着木 主要他一挡 他是一转头 最讨厌就这点了 一转头转向 木涂水 行行行行 走退了 前面是土 你看 然后土在那 一转头 土在在后脑札子 后面 在这吃了不少回忆 听声音 听他走远了 再上 再出 行走的头 我自带智能导航系统 他就知道咱马上就要贴上那个符了 走远了吧 不要勾我 最后雨了 水雨 卡了一下 最后雨 他死了 他死了 不用拜拜了 不用拜拜了 他已经死了 没给动画 按理说有一个动画 有一个那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法相的动画 把它给封印在某一个 维度去吧 但是我这可能没有看 地上一套符文 闪闪发光 把他给禁锢起来了 然后是最后一个钥匙 红钥匙 不是 还不是最后一个 还差两个 下面到剧情 剧情已经到了尾声了 刚才不是 误守 误杀自己的气质 对不对 他本身是不想的 他姐姐回来了 这照片 这回注意这个颜色 这不是之前拿到那个五个小龙吗 黄绿黄 红绿 拿到一个小钥匙 这个钥匙就是打开 打开 现在几号了 84年 33了 这回到最开始了 怀孕的时候 我说 我说是起了 好像是哪 这个法律 这个小钥匙 这个小钥匙 连连看 怎么玩来着 连连看 这肯定不行 这样的话 肯定不行 连连看 不行 连连看 不对 怎么玩呢 这是 先下去 啊 这样 OK 拿了黄钥匙 最后一个钥匙 行了 走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加这么一句 他的演绎谁的心情呢 很气氛 想突进 这个门 突不进来 是假的吗 总之 不是这个丈夫 这个丈夫现在已经死了 还记得 报纸上怎么说的 一个男子 掉在自己家的破花园 被警察发现 已经弃绝身亡了 也只能怪你 也只能怪你重男轻女了 非要男孩儿啊 结果连妻儿都没了 你看这舌头 舌头伸出来了 不过他这个舌头是不是有点短啊 不错 这他遗言啊 啊 这就是我说的 这是他留给咱的 留给小舅子的 留给他的 小树子的 咱不是来找姐姐了吗 姐姐叫咱过来的 对不对 他就是说 他说 今天是你 姐姐已经过世的第49天了 现在反正在 在他一样之前啊 我永远没办法忘记 那个 我手握 致死 你姐姐的 夜晚 挥之不去的记忆 阴霾笼罩 我现在内疚成性啊 我现在只能向你道歉 当你看到这个字条的时候 我肯定已经 随你解言而去了 但是呢 我还有一个 人间未了的事 希望拜托你 我的小树子 作为舅舅 还是好好照顾 你能好好照顾 你的外甥女儿吧 我希望 到了来世 能获得你姐姐的原谅 还有你的原谅 还有我女儿的原谅 过得呗 很悲伤 所以这个丈夫呢 也没什么不好的 就是有点重男轻女 而且有点兴奉 封建迷信 所以咱外甥女儿 在哪呢 外甥女儿 即将被杀 雪姬之前 被她妻子给阻止了 哎 已经在她怀里边了 挺开的 只不过她那个面相 至于咱姐姐呢 也释怀了 两个分头 咱也算是来见姐姐和 家妇了 对不对 只不过没有持续一周的家庭聚会吧 但是确实亲手见到自己的外甥女儿了 而且从此以后 也就跟着咱们 也行啊 对不对 人活着就是活着 未来呢 未来可期 从她长大的时候 给她怎么说 你爸爸总是想给你要个哥哥 但是总要不上 这其实也没啥 主要是受奸人所害啊 那个萨曼简直暗藏鬼胎啊 心怀不轨啊 她想吃你 她想借你的血肉 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所以才康骗你的父亲 到时候会这么给她解释吗 总之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回到讲故事现场 反正故事讲完了 作为时刻的咱说 我该回家了 这故事很不错 她说以后 这个老婆 她说以后常来啊 常来光顾我生意啊 我这不仅有吃的 还负责故事 挺不错吧 结束 就这么一款叫做 雪之领域的游戏 来自越南人开发的 还真不错 头一回一会儿 越南人开发的游戏 感觉还行啊 至少剑魔啥子都能上眼 而且她这个故事剧情 一波三折 也不能说一波三折 中规中矩 甚至有点小小的期待 到后面 虽然没有反转啊 利益很深刻 可能是亲手他们民俗了吧 咱现在 中国 咱现在这个社会 在中国的社会 应该没有中男情女了吧 我记得应该是 在我奶奶那边 应该 这个观念非常 非常重啊 因为我姑姑 因为这个时候 受气受的不少啊 到了我父亲那边 好像也有 到了我这边 好像也有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啊 前段时间 不是爆出 有一对夫妻的死 两人死在公寓之中啊 没气中毒 后来一翻查 她的家底啊 有七个女孩 这正打算要第八个 就为了要奶孩 七个女孩啊 就是生一个是女孩 不行 再生善一些 下一个还是女孩 再生下一个 下面还有一个女孩 妮子哪点不好啊 是不是 只不过妮子长大了之后 可能是他家人的姓 他家姓人了 但是 儿子不是他家姓人吗 你长大了 谁陪在你身边啊 是不是 他只是传承这种血脉 但是你这个血脉 要论现在的血脉传承 他都没有家谱了 也没有世袭史了 很少有家族 有世袭史的吧 就是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做什么好事 做什么坏事 爷爷是干什么的 做什么好事 做什么坏事 你老爷爷是干什么 你老老老爷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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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属于哪个字辈的 哪个壁字的 现在很少讲这个了吧 我现在往上导不出三辈 我现在往上硬刀啊 我能导到我爷爷的 我爷爷的爹 我爷爷那一辈 往上一辈 就是我爷爷的爹 等我爷爷 我爷爷 我只知道一个事 仅知道是一个事 这个就不细说了 所以说 作为男丁 你确实有时候 传承家族的思想 但是你得有这个传统才行 现在主要是没这个传统了 所以重男轻女就 咱上古时期 咱还是母系社会的 女娲 统领事业观的 行了咱不多说了 总之这个游戏还不错 送给各位 不知道这回有没有 有没有录进去啊 上天保佑吧 现在正常录制 我回头停止录制 希望不要写 写入此乱错误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狼肉 咱们下个游戏 再会